哈喽大家好,我是帕大师,欢迎来观众们,国父第一牛仔2445,并换祭司牛仔先知 又是起言啊 上一把的话呢,我觉得我分析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确实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把的话呢,单从阵容上面来看,我是更看好起言的 就我,我为什么把这个话讲的比较复杂一点呢 就是万一这把起言输了,那跟我也没有关系 阵容为什么我说更看好起言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套阵容 你唯一能打的点是谁呢,牛仔,然后中间一个辅助点,祭司 但是这套阵容理论上面来讲,无论是牛仔先知 哪怕病患祭司,都不一定牵制得了 牵制得动这个雕刻家的,然后只能这么说 那么如果说正常能够比较快速的击倒,然后打一波防守 中间再打一些伤害到二阶了,那是不是穷者只能被迫挨打 然后尝试去保平,没有办法真剩的,所以我更看好起言一点 单从阵容上面来讲,开局的话这边先知牵制的确实不错 但是这边闪现已经好了,牛仔已经交掉了闪现刀弹 两刀半的存在感 这边如果打一刀,那是三刀,抽刀有没有 闪现打,完全也是不吝啬这个闪现 这个击倒还不错,实验上面来讲,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先知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能力 所以说这局这个先知,因为这套阵容它不可能说两波救人 你们哪就点亮呢,这机子不够的 这边的话,比如外面有个机械石,把牛仔换成机械石 那我觉得病患就一波,祭司就一波,两波就,然后两个人都有博名 那有可能打出一个四人camer战,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嘛 不太现实的话呢,这边如果说正常的,比如这边救人 我打你一刀救人位,我再打一刀先知,到了二截 是不是起眼保密,这是哪个局 那相信我分析到这边,大家应该都还在频频的点头吧 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 中间祭司的大洞,大洞,不好用 这里的话手里面雕像还多 一甲漂亮,这一手雕像一甲的话 这边只能往回穿洞了,他本来可能想往中间穿的 这样的话往回穿,至少不倒遗产机 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病患是在修这点机的 雕像合,没合到,没合到的话,头坟场等下一波 先知这边还在绕,牛仔会不会过来打架 来了来了来了,四四五,那个男人他来了 这波的话牛仔,因为这边先知比我想到先知的好 就前面伤害虽然说很快,但是突然之间这先知又醒起来了 三不一放吧,好的 实验面卡的很好 那你看这局是不是,两边其实打的都非常好 那两边打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呢,机子没有那么快够 牛仔手里可能有个博命 牛仔要压到比较极限的血线 然后去把这个人给捞了,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这边的话,如果头过坟场把这病患给秒了 喜岩这局是能赢的 所以说两边都有机会吧,我只能说两边都有机会 哇,不能说太满,一勾,过来 补推 怎么说,还有雕像,还有雕像 还有没有 再来 一刀有博命,打中的是牛仔 那这边先知的话有没有可能吸出一只鸟病患72的机子 这边不好说了 因为这刀打中的是这个牛仔 先知这边是个满血雕像不够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神来一比 他得,他得顶 头一个坟场就把这个病患给秒了 要不然这机子 看一下 差了不多,差了不多 雕像没有 交闪,这是你敢交闪吗 我是不敢交 这个时候肯定觉得机子快好了 只能用雕像来打 夹倒了,夹倒了,夹倒了 密码机 1.6,牛仔过来下板子 哎,不行 牛仔勾,那我放 对不对 我放了,我来抓这边的 闪现一刀,先把你抬了 哎呦,我去这个A闪 可以可以可以 呃,这样的话 这个局因为求者是想要真胜啊 这边但连了个大洞,连了个大洞 我把这大洞给打了 反正先知没有那么快起来 我等你 来来来,你过来 你过来 不过来是吧 不过来好,这边挂 先知往里爬 牛仔这边往外顶 呃,不好说啊 这,这,这,郭福地 啊 我丢,我受不了 我先知牛没有鸟 没有 背话这边能不能交自己 背话应该能交自己 这个时间病患应该能交自己 挂飞 69秒传送 牛仔还要顶 还要顶 他要拖到病患起来 好 放下了 放下了 真的,这局 我觉得两边打的都有一点点过分好了 起研的雕刻家 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正常雕刻家以上的一个命中率了 头分场六个雕像 来,把这两个人都给秒了 把他们都给秒了 哎呦,有基斯洞 有基斯洞 把牛仔给秒了 秒他 打的好打的好打的好 不是我,不是我害了你啊 改参加不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